我们科技的一个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之下 已经是往AI、古居、IoT等技术 在现有的优势技术里面 来配合新科技的领域的发展 所以怎么样把这些投资环境的改造 这是我新竹县认为一个施政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具体的做法是包括了 打造AI智慧园区 我们台资园区 以及竹科三期等三支建的重大建设 来配合我们整个新竹科技重镇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兴盛 它的配合的地方要相当多 那么县长以及县政府的团队 是推动这样一个产业发展基地 那么这个环境里面 最终要当个四大环境 一个是生活的环境 它是不是有好的空间 能够有好的休闲设施 第二个部分 它必须要有很好的教育的设施 因为来新竹落户的高兴基础产业 它的特色都是年轻 第二代的福育 我想这是一个大家都会要关切 第三个问题是医疗 医疗我认为在新竹县市 现在近几年的这个布局 已经可以提供相当完善 第四个是交通 你在有限的区域里面 一下放入这么多的公司 这么多的人一定产生纠结 硬体的建设一定要及早规划 要及早进行 那么我们也预期新竹县市的发展 对科技产业 以及未来新的高精密技术的产业 落脚这是一个最好的区域 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把台湾 达到成一个世界上能够发光的宝石 我想现在台湾的很多大学都成立了 跟AI相关的系所跟学院 在理论上都已经做得蛮多了 但是AI的东西一定要落地 新竹县市非常适合做这件事 那这个园区更是办理重要的角色 它是一个载具 让很多这种产业界跟这个创新 还有学界能够做媒合 我们要把很多的配套做好 把这个教授的一些演化能量 经由野区跟这个业界来配合 我们是基于为新竹县 未来30年的龙井 来打拼这样的一个使命 希望吸引国际系业与青年创业来进驻 让它成为AI产业的新创基地 我们要实现文化科技智慧城的愿景 就是要让我们新竹县的乡亲 老 中 亲 幼 通通被照顾